吃飽嘛 有 那我要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姓潘明才華 這名字蠻好記的對不對 才華洋溢 所以我從小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爸現在幫我取這個名字 我就要人鼓起名這樣 那我是大概是在去年的 12月30號年底 就快要跨年了 參加一個餐會 那就在那一天我就正式入會了 那經過了 目前已經11月了 對其實在離婚我已經大概 已經在離婚十個月了這樣 那跟大家一樣 我就是 來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參加參會的感覺 好不好 就在去年12月30號 我那時候第一次來參加參會 那時候呢我進到參會的時候發現 在場的氛圍蠻好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俊男 帶了好幾個美女這樣 那可是更吸引我的其實 比起俊男啊吸引我的是美女 因為我本身就很重視保養嘛 所以我覺得美麗對我來講 超重要的 對 所以我那天我還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已經看到我的 李秀的李秀 嘉穎李秀 他今天還沒有到 然後我又看到了 我們的大李秀洪麗李秀 洪麗李秀在嗎 對 對 對 就是洪麗李秀 你看洪麗李秀在哪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美女的 所以我剛剛就很印象很深 哇這場的美女好多個喔 然後上台講話的兩個就 就是都是美女的 我就印象都非常深刻 然後就覺得印象很好 而且我感覺說他們的言談啊 的自信 以及他們所說出來的 分享出來的收入 讓我就很印象很深刻 很訝異這樣子 就很心動這樣 那可是其實我在參加參會之前 其實我也有稍微研究我們的產品 那就是我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我其實很重視保養美容 那時候其實在我的介紹人 我想也要借大家雙手給我介紹人 子明領秀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大家 因為我才認識利益 才是要有這樣的產品 我之前其實不曉得 我之前的保養都是用外霧 大概就是外部的噴啊 土啊這樣子 那其實是不會想到說 要用調理的很少 那後來我 因為我看到這本書裡面 其實講的火絲包療法 那時候就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因為裡面 哇他提到的好處 幾乎都是在跟美容有關 包括第一點 膚質更細緻喔 然後膚色更均勻 然後皮膚更柔軟光 還有光澤喔 什麼淡斑啊 然後消除細紋 減少疤痕 然後縮小毛孔 然後看到第七點 幫助女性直直胸部等等 那看到這邊覺得說 嗯嗯嗯嗯嗯 又很有趣 那後面就是說 這家免疫這些的 就覺得說 對我來講 那更是附加價值 很好的附加價值 所以後來我就很很 就是 我就當場就買了一套了喔 我的第一天來 我就說 那我們就買個一套 回去試看看 那當然因為 我的訴求其實是比較長期的 因為 當然你要做美容的話 或是條例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們覺得 所以你們覺得 我跟十個月型有變嗎 有 有 因為我知道 大家朋友都很好 一定會說有變 那如果是以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差異有差異 但是沒有說 非常戲劇性的差異 但是那個差異是 因為人在 一直在 都要交易代辦流失嘛 所以人就越來越老 所以對女性來講 有一些好的改善 跟十個月型 有些好的改善 其實就已經是非常的開心了 那那些細微差異在於說 就是 我覺得皮膚真的是有變比較好 比較細緻 然後有比較 精神上面都有 精神體也都有變比較好 然後整個容貌 我覺得變十個月比起來 至少說我沒有老了十個月的感覺 我覺得還是跟以前一樣 那或者是有甚至好一點點 這是自己的感覺 當然也不可能戲劇的事情變化了 所以其實我真正的見證 應該是在三年後 我一直跟自己想說 我要這樣子是保養自己 然後到三年後的時候 我在回過團 就是如果說朋友還有緣 我們在 希望大家都還在這邊 可以再相見 然後三年後我就會有自己的 三年後的那個美 就是保養方面見證 那因為 因為吃了產品之後 我覺得非常有感觸 因為過往是都是用噴的嘛 然後用塗的 然後現在覺得說 原來從內部調理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尤其人到一個年齡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從內部去調 那其實你要青春 因為我的目標是希望的青春常住 我覺得如果沒有內部去調理 應該很難 對 反正講的那四大點都很重要 那偏偏就是我也很難做到 包括那要運動 每天都跟自己說要運動 然後要喝很多的水啊這些的 然後是要保持心情的愉快啊這些的 其實這個是蠻難做到的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但還是要克服啦 我覺得尤其是運動 我們是一定要克服 所以 那 那我會弄的時候 因為遇到一個不錯的場景 我就去去吃吧 就對了 很重要 那所以三年後來 也可以看看我們 只是跟現在一樣 那大家猜一看我三年後幾歲 18歲 18歲 我每次也很喜歡 很喜歡讓我幫你們猜一眼 因為他們都對我很好這樣子 18歲太誇張了啦 真的沒有 再猜一下來 20歲 好了好了 太甜了這樣 不過我三年後 其實真的是 我就50歲了 整整50歲 其實我是覺得自己是看不出來 對 所以我要挑戰什麼 就是三年後 市長說我跟現在一樣年輕 但是我也蠻相信產品 可以逆臨回春的那個效果 如果說我三年後 看起來像三幾歲 我覺得我就非常的感激了 對 然後要董寶也要青春嘛 所以其實大概 就是陸會的當天 我就買了一套了 然後吃的時候就覺得 那個內外兼具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 但是那時候其實 因為大概過兩個月之後 我就看一看看一看 就是這個失業其實 很吸引我 我本身是一個建設公司的負責人 其實是在三年前 因緣機會 就是我父親他重啟建築行業 那我就跟著他一起了 等於是他想要把他的事業交給我這樣 那後來在 在就是進入律會之後 有看到很多的 跟我一樣 是營建業的很多的老闆 建築營建業很多老闆 那當然有各行各業的很多的企業家 他們也都是很重視這樣的一個健康產業 所以我這樣評估看看 我就有兩個月就覺得說 那我也要參與這個事業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用一個 就是所謂三星復唱 其實沒有很不曉得 但那種就是 我後來就買了蠻多產品的 然後我也想說 我把我的組織架起來 然後想進從事這個事業 因為對我來講 這事業健康是不敗的 然後美麗是非常吸引我的一個要素 然後這個事業的整個制度 我覺得整個評估起來 我覺得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從事這個事業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產品 那一開始是自己想說 我要吃保養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讓家人 能夠跟我一樣吃保養 那所以像我的父親母親都有在吃 那我爸爸呢 本來是早晚各吃一顆 因為他本身他是一個 就是真的是典型的三高 然後身體有很多毛病的人 那五十歲就是做心臟的一個手術 所以他長期是吃抗年血劑的 因為心臟手術 就是換人工半膜 然後後來又陸陸續續裝了六字的指甲 然後又結合糖尿病 然後又有高血壓 那但是他因為老人家七十歲了 他其實是不太會去接受說 他已經吃那麼多藥了 然後他認為說 你給我吃這個保健品 我心臨 但我會吃 可是他就是只肯吃早晚一顆 一天兩顆 他覺得說 爸爸你吃很多藥了 我不要再這樣子一直吃那麼多的 其他的了 那但是因為我之前說我買了很多產品 我沒想到最後還是讓他大量用到 那主要是因為他 他在就是 就是在前兩個月 他就竟然就是出了車禍 那因為老人家七十歲 其實出車禍 然後一旦一旦就是被撞到 然後倒地 整個那個骨盆的碎裂 就是變得非常嚴重 那我之前是買產品 是為了要吃保養的 結果沒有想到 只有變成是讓他變成在出車禍的時候 他大量的使用了 那因為那時候他其實嚴重到 如果說這個動畫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二十公分 那這個是整個骨盆腔 那當初他是整個連 這邊是前面寬骨嘛 這邊整個是脫臼的 然後這裡整個碎開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動畫是連後面 就是前後都是碎開的 再看一下 往下 對 那這個後面整個是碎裂的 所以其實他碎得真的相當嚴重 他已經碎了十幾公分了 整個寬骨 老人家七十歲了嘛 一預測或一箱撞 就是整個都像他碎成這樣 所以那時候醫生跟我說 他已經不只是碎裂 他叫爆開 因為這骨頭整個是不是都是 整個是都爆開了 然後他跟我說 你爸這個是非常嚴重 那包括我們在國泰嘛 我們國泰認識的 也是有朋友在那邊當醫生 他也是私底下一直跟我說 真的很嚴重 那應該要做什麼樣 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些心理準備 那應該要做什麼樣 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些心理準備 他會很久才會好 這樣子 所以 那 我甚至也 因為我知道說 我一定要讓爸爸吃這個產品 因為我聽過很多見證 那當初也有評估 請醫生說 進一步讓他用細胞療法 就是自體的細胞療法做治療 就是抽出 剛剛主角也有提到 我們有一種方法 是抽出自己的血液 然後去培養細胞 免疫細胞再打回去 可是那時候醫生跟我講一句話說 已經有了 從去年開始有這樣的方法 但是 還沒有很有成效 對 而且他一開始就算50萬 所以問我要不要考慮一下 對 他是今天我打雪小板就好了 可是後來我就沒有用那個方法 那我就還是堅持 讓爸爸吃吃 City 然後從他動手術 進加入病房出來之後 他說每天就吃12顆 那這次他有乖乖聽我的話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很嚴重 然後他也知道說 女兒絕對是為了他好 所以我就每天請他吃12顆 然後找中晚 然後就是飯前恐怖吃這樣 那因為當初他整個 因為剛剛有提到他是三高嘛 所以他的手術 其實沒有辦法進行太久 他光是把他後面的整個 碎裂的那個支架架起來 就花了五個小時 那我 那醫生說 因為他有心臟佛裝支架嘛 所以醫生有跟我說 他如果說再開前面的話 因為他前後都碎裂 後面是爆開 然後前面碎裂 他說如果再開前面 還要再花四五個小時 那他心臟是絕對受不了的 所以他只能夠就是動後面的手術 那其他的部分 他是把他整理好 把他裹頭整理好 可是要靠他自己去癒合 然後後面是用整個釘 總共做17公分的那個鋼釘 把他整個釘起來 讓他把那個 之前那個碎卡整個去聚合 然後他告訴我說 這兩三個月幾乎都要落床 然後做輪移 那幾乎是不能過去採 結果後來 我就一直讓他吃產品 沒想到後來他真的是 跑得快很多 因為附近的傷口其實是長達 就是大概才怕四十公分 因為他只能就是一個整個 為了要架裡面 那快二十公分 只想要開了大概四十公分 那還要去避開那個神經 所以整個是很痛的 那因為他又有糖尿病 其實我們很擔心他 這麼大的傷口 糖尿病本身是比較難癒合的 那結果我沒想到 他在一個月之內 他的傷口就完全收乾 也不用再查藥了 所以我真的是很痛苦 謝謝 然後所以說他 因為我爸爸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開朗的人 但是在就是握屁在床的期間 都是還是會掉眼淚的 然後我們有時候都跟他開玩笑說 他現在七十歲了 那我為什麼我跟他一起 一起接他的事業 是因為他就是真的太忙了 然後再加上已經年紀也大了 所以這麼忙碌的情況下 要讓他每天從很忙 不然間躺在床上 是真的是很痛苦 對啊 可是就是在吃的產品 大概一個月以內 但是他真的是有比預期就好很多 大概他手術後二十四天 也就是開始吃產品 大概是二十一天了 因為他家務一忙出來才開始吃 然後他就已經可以走路 而且他可以轉彎 因為醫生是跟我說 大概兩三個月才可以走那麼好 不過其實我覺得 湯平是有碰到他 讓他比較加速的快好這樣子 然後大概在三十八天之後呢 他也是可以 所以說他可以自己站起來 因為這些人是靠肚心肌 然後自己站起來 然後我提到他其實本身是一個企業組 很忙嘛 重點是他的精神體力都好很多 然後那應該要做什麼樣 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些心理準備 他會很久才會好這樣子 所以那我甚至也 因為我知道說 我一定要讓爸爸吃這個產品 因為我聽過很多見證 那當初也有評估 請醫生說 進一步讓他用細胞療法 就是自體的細胞療法做治療 就是抽出 剛剛主角有提到嘛 我們有一種方法 是抽出自己的血液 然後去培養細胞 免疫細胞再打回去 可是那個醫生跟我講一句話說 已經有了 從去年開始有這樣的方法 但是 還沒有很有成效 對 而且他一開始就是要50萬 所以問我要不要考慮一下 對 他是今天我打雪小板就好了 可是後來我就沒有用那個方法 那我就還是堅持讓爸爸吃吃 City 然後從他動手出 進加護病房出來之後 他說每天就吃12顆 那這次他有乖乖聽我的話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很嚴重 然後他也知道說 女兒絕對是為了他好 所以我就每天請他吃12顆 然後找中晚 然後就是飯前恐怖吃這樣 那因為當初他整個 因為剛剛有提到他是三高嘛 所以他的手術 其實沒有辦法進行太久 他光是把他後面的整個 碎裂的那個支架架起來 就花了五個小時 那我 那醫生說 因為他有心臟病床支架嘛 所以醫生有跟我說 他如果說再開前面的話 因為他前後都碎裂 後面是爆開 然後前面碎裂 他說如果再開前面 還要再花四五個小時 那他心臟是絕對受不了的 所以他只能夠就是動後面的手術 那其他的部分 他是把他整理好 把他骨頭整理好 可是要靠他自己去癒合 然後後面是用整個釘 總共叫十七公分的那個鋼釘 把他整個釘起來 讓他把那個 之前那個碎開整個去聚合 然後他告訴我說 這兩三個月幾乎都要臥床 然後做輪移 那幾乎是不能不去踩 結果後來 我就一直到他吃彩品 沒想到後來他真的是 跑得快很多 因為父親的傷口其實是長達 就是大概在拍到四十公分 沒有他只能就是一個整個 為了要降裡面 那快二十公分 只想要開了大概四十公分 那還要去避開那個神經 所以整個是很痛的 那因為他又有糖尿病 其實我們很擔心他 這麼大的傷口 糖尿病本身是比較難癒合的 那結果我沒想到 他在一個月之內 他的傷口就完全收乾 我就在查藥了 所以我就是很快樂 然後所以說他 因為我爸爸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開朗的人 但是在就是臥病 在床的期間 都是還是會掉眼淚的 然後我們有時候都跟他開玩笑說 老爸這傷口是一個業 對不對 他是接受我們的玩笑 因為他人 我就在鬧他嘛 對 可是其實看的時候是很不忍心的 真的很不忍心 那所以再加上說他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很忙的企業主 他現在七十歲了 那我為什麼我跟他一起 一起接他的事業 是因為他就是真的太忙了 然後再加上已經年紀也大了 所以這麼忙的情況下 要讓他每天從很忙 不然間躺在床上 是真的是很痛苦 對啊 可是其實在吃的產品 大概一個月以內 但是他真的是有比預食就好很多 大概他手速後24點 也就是開始吃產品 大概是21天了 因為家務一晚出來才開始吃 那他就已經可以走路 而且他可以轉彎 因為醫生是跟我說 大概兩三個月才可以走那麼好 不過其實我覺得湯平是有幫到他 讓他比較加速的快好這樣子 然後大概在38天之後呢 他也是可以 所以說他可以自己站起來 好 因為這些人是靠住兵器 然後這樣 自己站起來 然後那剛剛遇到 我提到他其實本身是一個企業主 很忙嘛 重點是他的精神體力都很好很多 然後